大家好,我是高中小男 我们继续看搏击凤云之踢管系列 今天这位被连续击断的选手是王小龙 对对方连续的摆拳勾拳 打得没有还手的余地 甚至跪倒在地 这次比赛还和李小龙扯上的关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王小龙从小痴迷于李小龙的武术 练就了一身酷似李小龙的肌肉 并且苦练拳法和腿法 经过了三年多的艰苦训练 终于达到了自认为很高的水平 我们现在来看看他的腿法出现速度有多快 这一波操作下来确实非常漂亮 他自认为是李小龙的股份级粉丝 没有之一 为了检验自己的实战能力到底如何 他决定要下山 对武林高手发起挑战 他下战术的目标起步就很高 首先看中的是泰拳王子波球 对他发出挑战 当然波球没有刷视频 不可能给他得到回应 可是有一位泰拳教练 泰古雷龙看不下去了 认为他那些都是花架子 不值得一提 主动上门请应 要和他牵脱一下 王小龙有三天手和无影腿护身 加上师父李小龙是他的精神支柱 这对他来说 这场比赛那是心心满满 现在我们来看看比赛现场 黑色上衣的是李小龙的粉丝王小龙 穿白色上衣的是泰拳教练泰古雷龙 他今天必须要用实力 证明自己的功夫不是花架子 王小龙的功夫特点就是快 拳和腿不断的进攻击打 而泰古雷龙并不急于求成 看着时机再出手 他的每一次进攻 都能给对方造成有效的击打 王小龙的实战经验 和他平常训练简直叛了两人 看着实力他确实需要经过系统的训练 尤其是他的拳法跟闹着玩一样 我感觉此时王小龙可能已经忘记了他会无影腿 被连续击中好几次后才想起来反击 现在王小龙出拳出腿的速度 和平常训练大打折后 多时迟那是快 雷龙一击后手摆拳 直接将王小龙击倒在地 这一分钟的比赛 让王小龙体力消耗的很厉害 而泰古雷龙确实越打越上野 完全找到了状态 4 5 6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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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8 8 8 9 9 1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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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8 9 10 还训被对方命中好几拳 王小龙使出最后紧剩的一点力气反击 一个摆拳打出 被雷龙轻松躲开 此时王小龙已经意识到 自己不是他的对手了 成了名副及时的火把子 虽然说王小龙的拳法不怎么样 可是他的抗击打能力就很强 被对方连续的勾拳 版权猛攻 愣是没有被KO 这个人肉杀包当得太完美了 见此情况 裁判叫停了比赛 询问王小龙是否再继续比赛 要是不比的话 就是输了 可是王小龙作为李小龙的传人 硬气的很 选择了继续比赛 可以想象 结果还是一样 开启靠动模式 硬实动的撑到了比赛结束 完全局 整场比赛 王小龙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防守 开场的时候进攻速度很快 但是杀伤力几乎为零 身为一个普通人 能练到这一步 已经殊死不已 想要自己的功夫 在实战中得到更好的发挥 必须要经过系统的训练 来提高自己的能力 各位大佬 对这场比赛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谢谢 我们下期见